从一上来到现在 您称公公婆婆 一直是叫她爸她妈 而您跟这一对老人 也已经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您在心里都没把她 当成自己的老人 老人能把你当孩子吗 再问您 您说您在家里 不该拿出了 是自己的嫁妆钱 来买奶粉 嫁妆是干嘛的 我们有财力有嫁妆 有的时候就是为了 帮助年轻人们 一起搭建一个新家庭 让他们的日子 开始得好过一点 您有一点嫁妆 可以一起给孩子 买了奶粉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可是你却在这里 斤斤计较 当你说孩子是你们家的 那么您把自己 折在外边了 你还说这一家人 带你不好 从上场到现在 您数落您的先生 数落的我真的听不下去 拿起话筒想打断 而您的丈夫 却要天天迎接 你的这一个洗礼 每天回到家 都要听着说一通 您说老人说话不算话 咱这个也给您掰扯一下 老人说房子是必须解决的 对不对 他有说必须今年解决了吗 房子是必须解决的 家里一有闲钱就解决 现在还不是又添了个小的 然后正在花钱的时候吗 为什么你就不能站在 大家庭的角度上考虑一下 如果您总是 一个劲地考虑自己 您就会觉得 全天下的人都薄黛了你 您说您的先生在婚前 为什么那么宠着你 婚后为什么很多事不随您 很简单 婚前他没发现 您这么不讲理不懂事啊 没了 好 来 我问问你老公吧 你说你回来跟你老婆讲话呢 然后他都不理你 对吧 对 可不可以请问你回来 是讲了什么话 我说今天怎么样呀 在家都干嘛呀 然后他不理你 是吧 对 好 那他曾经说过 你们在交往的时候 你追他的时候那半年 你们都好能交流 好能沟通啊 那段时间你们大概都聊什么呢 就是平时也就是先聊嘛 他会有血汗温暖 婚后都不讲了是吗 那如果婚后 他再恢复讲这些话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好过一点 可能会稍微地缓和一下吧 好 那我们就直接问一下你老公 婚后这些话还能剪回来再讲吗 那 那如果他愿意说这些话 你心情会好多少 最起码就是觉得 还有一个人在乎我 我觉得 你猜猜看 你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啊 大家听完你们两个人 都说完话以后 更多的人会支持你 还是支持你老公 我觉得应该支持我吧 因为婆婆跟 因为你太可怜了 不被关注 又没钱又没爱对吧 不是 我觉得 又没房子 婆媳关系不是最难解决的吗 一点都不难 你哪来这些观念 看电视 哪一台电视教你的呀 多看一看爱情保卫战好吗 看你好的电视 我告诉你婆媳关系要怎么样好 非常简单 嘴巴甜一点 在结婚前 我就会常常打电话给我婆婆 结婚之后呢 是我常常跟我婆婆打电话 说妈 我想你了 好不好 天气冷了 你有没有多加件衣服 是我拽着我老公说 赶快回去看妈吧 好几天没看到妈了 你想不想妈 你有想过 媳妇也有可能 需要做这些事吗 如果你老公不会 那么不就是你这个 做老婆的责任 你该带她 建立起你跟你婆婆 之间的关系 让她专心工作 她好多挣一点钱 你就有奶粉钱了嘛 你怎么不会 转个弯想事情呢 我倒想问你了 你爱的是她 还是她的房子 你爱的是你儿子 还是你家的嫁妆 孩子都已经一岁了 你还说 我不想生的 那是她家要生的 那他们家的孩子 他们家的孩子 怎么吃我家的 嫁妆的奶粉啊 这像是个做妈妈 能讲的话吗 我天天都觉得毛骨悚然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被爱 请你做一个可爱的人 但是我能理解跟体谅 可能是因为 在产后受到荷尔蒙的变化 你比较容易负面思考 如果是这样 我要求你老公 多多地关注你的感受 常常地安慰你 跟你嘘寒问暖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乃琪老师 来 来 来 左岩老师 两个人其实有一个 共同的问题就是 不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